电动四轮车轻便快捷很受欢迎 东营市肯利区的范先生 为了出行方便 就买了辆电动四轮车 可是这辆车不仅没给他带来方便 反而给他惹了个大麻烦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范先生说他在2020年10月31号 花了2万6 从东营市肯利县肯利街道办洪福车业 买了一辆彼得文电动四轮车 2021年10月10号充电的时候 发生了自燃 翻案线告诉记者 火是从车的后座位底部着起来的 虽然很快被扑灭了 但是车已经没法用了 第二天经销商就把电动车 踏到他店里去了 说是厂家来做坚定 经销商到现在 没举个明确刷发 记者在现场看到 车右后门的玻璃已经完全破碎 后排座位被烧焦 车内也被熏得漆黑 从底线去的话 就压着里头这边烧的 车顶 这来全烧了 你不到一年的车 你下路失火 你还在这儿干啥呢 它底下是个红的车 所有电线都在那里头 你要一样它们摸里面 那些摸里面 一重点的时候起来火了 这个全是拉人的 这不是拉火的 负责人宋女士承认 范先生的车确实发生了自燃 原因是范先生用车拉货物 导致线路磨损引起的 拉两个人都没问题 我说的160斤 范先生说自己平时 不用这辆车拉货物 当天也只是用这辆车 拉了160斤的饲料 仅仅160斤的饲料 就导致线路磨损 这让范先生无法理解 他拉人 你老汉撒 撒个人在后头 撒一笔断断没事 你有可能老汉一笔断断 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底下摸的厉害 他一次拉货的时候 摸不斩 他到货走的时候也摸不斩 负责人宋女士说 虽然拉了160斤的饲料不超载 不过范先生到底用车 拉了多少次 他们并不清楚 对于范先生到底拉了多少货物 咱们不得而知 那么现在问题出了 事情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帮忙继续帮忙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拨打了彼得文电动汽车的服务热线 这个车辆主要是载客的 它这个不是一个货车 所以说不建议您拉货 范先生表示 厂家只是不建议拉货物 并没有强制 而且当时销售方也没有提及这件事 对此东营市肯丽县肯丽街道办 洪福车业的负责人宋女士说 范先生的车只做了首保 人家不是保养三次吗 你第一次保养没保养 他因为我保养的时候 剩下来 松石幅剩下来 业着给家差 一家差如果想都破事 他都查起来的时候 他不行了吗 第一次就没长时间 我就没想到这个事 这个是属于您自愿的 但是首次保养是必须的 只要您是这边是有了 这个首次保养之后 您可以是想正常享受之保的 那么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呢 负责人宋女士说 自己之前想给范先生的车 更换两块救电池 但是对方不同意 所以自己也没办法 给范先生维修车辆了 负责人宋女士告诉记者 目前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 就是找第三方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 根据鉴定结果进行处理 新车买了不到一年 就自个儿着了 范先生心里确实是十分的难受 范先生已经决定 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找出车辆自然的真正原因 在这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